在非洲,有一个小国爱好收集武器居然同时凑齐武昌装备,令所有人目瞪口呆。 而在所有武器中,该国尤其中爱中国的步枪,这让其他国家困惑不已。 那么,该国为何要用武昌武器,为何又对东方武器情有独钟? 本期为大家探寻非洲小国收集武器背后的故事。 首先,这个让武昌无比重视的国家,是位于非洲东北部的吉普提,而这个国家最为突出的特点便是小和穷。 吉普提的国土面积仅为2.32万平方公里,而受限于狭小的国土面积,吉普提国内自然资源贫乏,工农业基础薄弱, 95%以上的农产品和工业品依靠进口。 更糟糕的是,该国自独立以来,长时间处在政局不稳的状态,国内经济根本无法稳定发展,成为了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 但这样一个国家之所以会同时得到武昌的重视,是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吉普提位于非洲东部亚丁湾西岸,恶守红海进入印度洋的耀冲曼德海峡, 是多条海上航路的必经之地,同时还有天然的深水港口,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不仅如此,这里还是中东国家将石油运往全世界的必经之路, 而吉普提的东南邻国便是让各国在运送石油的过程中无比头疼的索马里, 因此如果能与吉普提搞好关系,便能就近打击索马里海盗,保障石油运输。 也正因如此,各国纷纷向吉普提派遣驻军。 该国更是称为美军在非洲最大的军事基地, 以及法国在海外最大的军事基地,被称为世界兵营。 而除驻军外,包括武昌在内的许多国家, 纷纷向吉普提抛出了橄榄枝,对其进行大力援助, 让本来国贫力弱的吉普提军队同时拥有了武昌的装备, 实力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并在联合军演中让整个世界目瞪口呆。 只不过,各国并非惊叹于吉普提军实力的快速增长, 而是因为他们手中的武器实在是太复杂了。 即使在小规模行动中, 各国观察员依然能看到来自东方大国的81-1式自动步枪, 美国制造的汉马越野车,俄罗斯制造的ZPU-1型14.5毫米高频两用重机枪, 法国出口的军用级陶瓷插板凯夫拉纤维防弹1, 以及英国制造的AT-105轮式装甲运兵车, 甚至有号称意大利汉马的伊维科装甲车, 以及来自日本自卫队的装备,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万国造。 然而,令所有人十分意外的是, 在各国琳琅满目的武器清单中, 吉普提最为青睐的装备竟然是来自东方大国的81-1式自动步枪, 这一结果让许多国家表示无法接受, 美国更是直接表示中方的武器竟然如此受欢迎, 这相当不科学。 那么,来自东方大国的81-1式自动步枪, 究竟有何过人之处让其能获得吉普提军的青睐呢? 81-1式自动步枪, 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方研制的一款自动步枪, 由于采用了短形成活塞, 旋转式保险快慢机调节装置等设计, 这款武器具有火力凶悍, 杀伤力大, 精度高等特点, 不仅如此, 该武器还能够装备70发子弹的弹骨, 在阵地战中具有良好的火力持续性, 在战场上曾将敌军使兵压得抬不起头, 成为了它们最为恐怖的梦魇。 而除火力外, 81-1式自动步枪最令人称道的优点, 便是超强的环境适应性。 这款武器在设计时, 通过了严寒、 酷暑、 风沙、 浸泡海水等严格条件的考验, 光进水试验就做了26次, 克服了过早发火, 发射枪榴弹时击峡盖凸落, 标尺自动跳马等问题, 有着超强的环境适应性, 枪械本身的质量十分稳定可靠。 经过射击人员的不断改进, 81-1式自动步枪能够在无任何故障, 无零部件裂纹, 无任何功能失效的情况下, 发射超过15000枚子弹, 即使放眼视界, 这样的质量也足以处在一流水平。 此外, 81-1式自动步枪的维修也极为方便, 因为81式自动步枪、 81-1式自动步枪, 以及81式7.62毫米轻机枪这三种武器, 主要结构基本相同, 包括自动机、附近机、 激发机构、导气系统、 弓弹具在内的65种零部件都可以互换使用, 通用率达到了70%, 因此, 即使武器在战场之上损坏, 也能够很快完成修理, 重新投入使用, 无法使用的枪支, 也能为其他步枪提供零件, 极大减少了维修成本与维修时间, 也正因为81-1式众多特点与优势, 让这款武器一经亮相, 便深受士兵的信赖和喜爱。 虽然在1997年后, 81-1式自动步枪在国内退居二线, 成为了对外援助及销售的制式武器, 但其可靠性高, 火力强大, 经久耐用, 易于保养的特点, 让这款步枪非常适合中东、 非洲这样的恶劣野外作战环境。 因此, 81-1式自动步枪迅速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爱不释手的宝贝, 甚至在一些国家成为了身份的象征。 即使是始终对东方大国武器不屑一顾的美国, 黑史中的81-1式步枪也成为了炙手可热的强手货, 而吉普提自然无法抵挡这把武器的魅力, 对其偏爱有加。 不仅如此, 81-1式武器还扣开了终极两国武器往来的大门, 在此之后, 越来越多的中方武器运送到吉普提境内, 成为了吉普提军保驾卫国的利器。 而除了81-1式自动步枪外, 在东方大国援助吉普提的武器中, 另一款具有代表性的武器, 便是性能出色的国产QLZ-87式35毫米自动榴弹发射器。 这款武器是军工人员在苏质AGS-17榴弹发射器的基础上, 研制出的一款既能直射又能取射, 即杀伤与破甲于一体的步兵自动武器。 该武器同时具备高精度与高杀伤力, 能够压制800米内敌人的火力点, 并杀伤1750米内的有声目标。 除了不足的杀伤力外, QLZ-87自动榴弹发射器与同类武器相比, 含有着更轻的重量。 轻型仅有12千克, 重型也只有20千克, 比美国的MK-19轻70%, 比俄罗斯的AGS-17轻35%, 更轻的重量赋予了这款自动榴弹发射器更强的机动性。 既能配备于步兵火力分队中, 也可配备在作战车辆上令敌人防不胜防。 这样一款性能出众的武器, 吉普提军自然对其爱不释手, 将其装备在了来自意大利的伊维科装甲车上, 大幅度降低了步兵对上级压制火力的依赖性, 提高了步兵分队在现代战争中的独立作战能力。 而意大利万万没想到, 自己不远万里运送来的装甲车, 却成为了东方大国武器的坐骑, 这让他们哭笑不得。 更让他们难受的是, 吉普提军装备在意大利装甲车上的另一款武器, 同样来自东方大国。 这便是东方大国军火贸易的拳头产品, W85式12.7毫米高射机枪。 该武器也称为QGC88式12.7毫米车装机枪, 是中方自行研制的第二代高射机枪, 于1985年设计定型, 是专门用于外贸的武器。 该机枪可根据不同的地形特点和使用要求, 在350到1250毫米之间调整火线高, 从而使士兵可以采取握、柜、力等姿势, 实施精确有效的瞄准射击、散步射击或纵身超越射击。 全枪重43.2公斤, 出速825米每秒, 战斗射速80发每分钟, 平射有效射程1500米, 综合性能十分出众。 也正因如此, 在80年代中期, 这款武器对外出售以来, 该枪的足迹踏遍非洲、中东、西亚、东南亚、南美等几十个国家, 参与过近30年来的几乎所有战争。 而需要说明的是, 之所以吉普提选择使用如此多来自东方大国的武器, 一方面是因为这些武器用出众的性能征服了它们, 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吉普提与东方大国的关系相当良好。 1979年1月8日, 中方与吉普提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此前虽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已经对吉普提进行了全方位的援助, 然而这些援助都是带有附加条件的, 直到东方大国与吉普提建交后, 它们的生活才发生了改变。 相比于西方国家直接送钱送物, 中方的援助显得更加实在, 比如援助建设了一批体育场和办公楼, 让吉普提许多城镇的面貌焕然一新。 在中方的帮助下, 吉普提的港口已经成为非洲最大的港口, 还拥有了一条直接通向埃塞俄比亚的铁路, 这让货物可以直接通过港口运输, 加快了吉普提的经济发展, 让它们在短短几十年间, 便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这种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援助, 让吉普提十分感激, 在武器的选择上也更加倾向东方大国。 而来自东方大国的81-1式步枪, 虽然已经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线, 但由于其出色的性能, 还将在异国他乡, 继续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